做比较关键是怎么会可以把资料筛选出来 这里的话呢你可以利用那个筛选 那筛选在哪里呢 资料里面 资料里面就有个所谓的筛选 筛选 筛选点下去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自动跳出这个下拉式选单 每一个栏位都会有下拉式选单 那你可以做什么动作呢 你可以去筛选你要的 比如说业务人员 我只要全选先打勾取一下 我只要菜头 菜头按下去之后确定 就只会留下菜头的部分 那筛选完毕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结尾复制 再贴到一个新的工作表去就好了 所以呢 等一下要做动作 就是把这个地方留下 就第三 我刚刚做第三部分 然后呢 再利用什么呢 它这边有叫Ctrl加Home Ctrl加Home Ctrl加Home就是跳到哪里呢 跳到左上角 就是这个范围的左上角的位置 然后呢 再按什么呢 底下第五个步骤 Ctrl Shift加End 就是跳到右下角 Ctrl Shift向End 就是把它怎么样呢 做全选 全选 但是你又不能说 你又不能说 按这个全选 这个全选 这个全选 这个全选是整个全部的全选 工作表全选 那如果我只要这个范围的全选的话呢 Ctrl Home 加Ctrl Shift加End 就只会选你有资料的范围 而不是全选 特别注意 因为很多同学就按这个全选就错了 特别注意 再来的话按什么呢 Ctrl C Ctrl C是复制的 就在右键复制一样 再来什么呢 在Ctrl Shift加F11 其实你如果不知道 这个也没有关系 你再按这个地方也可以 在你的 有没有 这边不是有一个 插入工作表 它也会显示Shift加F11 那你点这个 跟Shift加F11都一样 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 比较难记一点 你按这个就好了 按这边 然后呢 再按Enter 表示贴上 这边把它贴上 插入一个新的 把刚刚的东西把它贴上 或者按Ctrl V把它贴上 贴上 贴上之后呢 再把这个工作表改名称 比如说叫菜头 那最后的话呢 按Ctrl Home 移到这个左上角 那就完成录制了 那录制的话呢 名称的话 你们就可以把这个名称 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寻找 所以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流程大概是这样 第一步就是录制聚集 这边给它叫做 这个 更正一下 应该是按这个 录制聚集 名称的话叫寻找 试试看好了 所以请开启 等一下请开启这个 我们的范例 范例里面有没有 开启这个问题期的 它现在是还不是聚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哦